一人柯震東因為在北京西石大麻遭到行政拘留兩個星期 凌晨一點多反抵國門後下午再次召開道歉記者會 柯震東再度道歉並表示西石大麻是一個愚蠢的選擇 無關壓力或是情緒 在經紀人財志平的陪同下 一人柯震東現身台北道歉記者會 有別於北京記者會時聲淚俱下 他平靜地再次向所有人致歉 被問到或是的心情 柯震東說從北京回到臺北的家 這段時間很慌張不知所措 給了大家一個非常負面的教材 讓所有支持者家人和同事失望 他會改正自己的錯誤重新開始 當初為何會去吸食毒品 柯震東坦言第一次碰毒是在兩年前 但這段期間沒有不斷的使用 也沒有長期成癮的使用毒品 更沒有在臺灣吸過毒 被問到未來跟房主民還會不會是朋友 他這樣回答 可能我們都犯錯了 但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 大家改錯之後 我們還是會是朋友 而外界質疑 週五的北京記者會是不是有事先備稿 柯震東否認並強調 記者會上所說的話 就是把在拘留所裡 十四天以來的情緒 一一表達出來 並沒有想太多 至於未來會先當兵 還是繼續完成學業 經濟公司說還會再討論 記者烏雅與應淚其他會報導 經濟公司